我们已经看了欧培拉神父到访世界各地的持有会会员 在他就任总会长期间 其中一件值得纪念的重要事件 就是他为旧同学、协进会会员及传道员 召开了多次国际性的聚会 许多人愿意分享持有会的活动和神恩 例如持有会庆礼院 在我面前有一张美丽的相片 我们在展览中已看到欧培拉神父骑马、坐马车等交通工具 而现在看到的是他坐在汽车上的照片 1911年召开旧同学国际大会 一名来自法国的旧同学 开了一辆雷诺品牌的汽车来 带欧培拉神父到城里看看 在欧培拉神父任总会长的最初几年 每当遇到旧同学及协进会会员时 都十分高兴 持有家庭慢慢变成持有神恩的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里也要感谢欧培拉神父 在世界各地营造持有家庭的神恩